哈囉大家好我是星期天 之前拍完5D4的開箱之後 有很多觀眾在留言下面問我說 要怎麼樣拍影片或者是問我 我都用怎樣的器材來拍片 今天 就一起來看看星期天的吃飯工具 還有器材介紹吧 鏡頭的部分 其實我們自己在拍的時候 比較喜歡用這一顆 這是2470的鏡頭 然後用全面幅的機種的話 其實拿來拍室內的場景還蠻棒的 因為這一顆它有Macro 它可以拍微距 這一顆比較少用 這一顆是戶外用的時候 你真的是需要拉拍很多很遠的東西的時候再用的 如果你要出國去玩 然後要拍影片的話 我還是推薦帶一顆定焦 或是帶一顆超廣角 像我上個月拍的香港之旅 就有用很多超廣角鏡頭拍的 那我覺得這顆鏡頭對於出國上 攜帶很方便 然後拍影片也蠻方便的 有一些人的影片 它需要去拉近去追焦 或者是放大特寫一些東西的時候 那你在操作單眼的時候 可能就會把單眼的聲音收到麥克風裡面去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需要另外拿一個小腳架放麥克風 像是我們都會用這個 就是Manfrotto的小腳架 拿它來放麥克風 或者是像這樣子 我的方式我是用再另外加一個成架 這一個 它就是探線的 然後上面這邊是鐵做的 下面是探線管 所以提起來重量其實不會很重 你可以把你的單眼放在上面 然後調整它的重心 這有點像積木玩具啦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攝影機做很多變化 這個肩開螢幕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我們是把肩開螢幕翻過來面對自己 所以我只要坐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看到自己在畫面中想什麼樣子 然後同時麥克風收音的那個表頭 它也會顯示在上面 然後接下來介紹腳架部分 這個腳架比較厲害 這個腳架它在廣告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架單眼在上面了 所以它可以承重2.5公斤 對單眼來說 其實2.5公斤已經算是滿足夠的 所以出門如果你真的是要去比較遠的國家 你可以帶這一支就好了 你就不用帶大腳架了 三腳架 它是一支尺寸不小的腳架 探線的 然後開的時候很方便 我只要這樣子 欸 好 1 2 3 這樣子 就可以拉開了 然後我要收起來 我只要這樣子 就收起來了 接下來是大家都很好奇的麥克風 麥克風室內跟室外的場合可能會不太一樣 如果你室內沒有很吵的話 其實你用什麼麥克風都沒差 因為很安靜 可是在室外的時候 有的時候太吵了 或者是現場的環境太多了 你的聲音凸顯不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用中間會突出 跟旁邊會衰減掉的那種麥克風 然後我現在使用的麥克風是這一支 這是Zoom H5 這個頭是可以換的 現在插進的這個頭是 這個範圍120度的收音 所以在我這個方向就會收到聲音 可是轉過去的話 就比較不會收到聲音 它可以錄到比較真實的層次感 簡單介紹一下 這邊是它的前面的控制 然後這邊的1跟2是分別控制 它還可以再加後面的兩支麥克風 兩支不管是電容式還是動圈式都可以 因為它這一支也有支援48V幻象電源 所以你要接電容式麥克風也是沒問題 它前面的頭是可以換的 我可以把它換掉 這一支就是我換成Shutgun的頭 它這麼長一支是為什麼呢 它在用在戶外的時候 它會針對這個方向去做點的收音 所以我離稍微遠一點 其實它也是會收到我的聲音 剛剛5DC已經有短片四幅自動對焦的效果了 所以其實觸控一步就可以對焦了 那我還有買另外一個 這個追焦環 這個追焦環是拿來架在變焦環上面的 我在拍影片的時候 我要推進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轉 我就不需要去轉那個鏡頭 好各位同學 我們來實際組裝一下剛剛焦到的器材啊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把鏡頭架上去了 我們使用的是16-35的鏡頭 現在來把跟焦器的齒輪裝上去 調好之後把跟焦器的齒輪輕輕咬合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裝好麥克風之後就可以把螢幕放上去了 這個螢幕很妙喔 它用的電池剛好是跟我的單眼5D4用同一顆電池啊 然後我們再把麥克風開機 然後把麥克風的電力打開 OK 右邊的跟焦器我接在變焦環上面 這樣就可以很輕鬆的Zoom In Zoom Out 最後稍微佈置一下燈光 再構圖一下就可以準備來錄影囉 錄影的機能其實每一台機種都不太一樣 那我使用的是Canon 5D4 那5D4的開箱影片裡面 我已經有介紹過它的功能了 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話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我們繼續來介紹別的東西吧 出門拍片的話我其實蠻建議用穩定器的 雖然現在iPhone本身都有自帶穩定器 可是你穩定器再加一個穩定器 那就是穩定器穩定器 那我還有另外買一個單眼用的穩定器 這個就比較大隻一點了 它是同時可以這樣子拿 也可以 也可以這樣子拿的 實機操作的感覺大概就像這樣子的 拿來自拍也是非常適合的 這種穩定器拿來拍貓咪最適合了 拿來拍一些低角度的畫面 也可以保持相機的穩定性啊 或者是需要搖來搖去的畫面 然後有個東西我覺得對於拍影片來說蠻重要的 那這個東西也是我吃飯工具 就是這個 好啦那上半集我的拍攝器材的介紹 我就先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其實要做影片給觀眾看是一個 相當花費創作者心思跟成本的一件事 為了給我的觀眾看到更好的畫質 我也是砸了不少錢在器材上面 那希望大家喜歡囉 之後如果還有添購新的東西的話 我會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的好不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期待下集囉 還想要看我補充任何東西的人 你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講一下 那我在製作的時候我會稍微看一下 再補充一些希望你喜歡這支影片 那如果你也喜歡我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下面的那個YouTube訂閱 訂閱一下新影片 那我們下半集見囉 拜拜